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这时候刘欢是选择了一个三不虎的开局 对 开放走了一个炮八瓶九 平边炮就是形成一个三不虎的阵型 三不虎阵型应该说是一个比较老实的走法 最近男子选手们走足迹性比较多 因为可能还是觉得不争平骨马 这个阵型比较稳固 当然说这个平骨马它是阵线的比较长 红方的选择也比较多 那么在我们很多爱好者当中 对这三不虎还是情有独钟的 驴子赛场也是经常见 然后红方走马八瓶七 那走到这儿呢 从传统上来走啊 就是黑方传统的走法 就是居八瓶四和居八瓶五最多 这样 还有阻击击一 好像是居八瓶四是不是江苏队 南队走得更多一些 这个居八瓶四啊 反正也有些人在走 是 就是下不直接就阻碍进一阻击 它整居是为了队兵 你队完居呢 它可以缓解再拱气阻 对 但这个棋呢 感觉呢 还是红方呢 这个先手 是 红方肯定是先手 但是到底这个棋 到底能不能 抗衡呢 黑方也要后面要走得好 对 就是这个棋 黑方这个简单的说 长这个徐宫区就比较 求稳 对 黑方的反弹呢 就是比较弱 是 你一队区 他就得接受队区 队完居黑方再拱气阻 就双方再慢慢下 这么一种棋 对 黑方呢 另外这个居八进五呢 就是直接反击 直接进居 但是呢 由于这个居啊 站在这个 红方这个兵呢 也算了一个 弃兵 用马 惨具 这是一个险地 所以这个棋呢 就说 最近呢 就走这个棋的人比较少 这个早期走的人多 这样 他还炮呢 红方在马轻尽 就总感觉 红方有这个 将来这个 聪明的先手 对 这边这个居呢 容易被红方利用 所以这条棋呢 最近呢 也走得比较少 那本局当中呢 就是刘湾呢 都没有走 他走 直接走炮 二平五 直接还中炮 对 这儿呢 就变成了 裂炮的这么一个局面 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 传统的 这么一种走法 比较 历史也比较悠久 但是走到这儿呢 就是红方有多种选择了 比如说出狙 还有拱三兵两头蛇 对 还有本局当中的马七六 他直接就是 走了一个先锋马 对 一般呢 就是走出狙比较多 那黑方也是马二进三 红方在走兵三级 就是先锋成两头蛇 对 这个局面呢 就是说 红方呢 是挺起了两头蛇 对黑方的两个马呢 有一个克制 但黑方呢 这个子力速度呢 出的也比较快 一般就是走狙移 对 狙移应该长起来 红方呢 这个棋呢 这边的子力呢 也要动 当然这个棋还有这个 什么从马七进八 什么也有 马七进八 就是 对 就大致吧 也是长狙 黑方这个时候 狙八进四 对 狙八进四 因为长了这个狙呢 它就可以长狙了 对 因为你看你要 狙移应不走啊 比如说你直接走 走狙八进四 就这种 它容易对狙 对 它阻止你对这两头蛇 然后你如果再动狙 狙移应 红方就多了这个浸泡 封狙 就是把你这个狙呢 封住了 这儿呢 就是感觉黑方呢 这个两个马呢 暂时就活动不了 所以呢 这个次序呢 要非常讲究 所以它就会先狙移应 长下来 对 等这个长狙 它再长狙 然后再狙八进四 简单的说呢 下部棋黑方呢 就能够对到这个棋足 争取走到这个 对足呢 能够驱入 红方这个两头蛇呢 这儿呢 就说的黑方 还是能取得的 抗衡的 当然这个棋呢 也有很多这个具体的变化了 对 这个 这么多年呢 也走了不少这种对局 但是最近呢 男子的选手当中 走的比较少了 对 那本局当中呢 双方就是没有走这个长套 熟悉的这个套路没有出现 红方这个时候呢 就走了一个 比较冷僻的这个 公招 走马 七进六 嗯 它的意图呢 就是直接呢 这个上马 准备下部棋 马六进四 是个先手 当然这种棋啊 嗯 唐太尼你 你感觉怎么样呢 就说 这种棋你觉得 怎么把控弹呢 这个棋 实战黑方是走了一个足夕进一 我觉得就是很正常 因为他跳马 肯定是想要 第一赶就是马六进四 嗯 跳马 捉马 而且以后也是 有马 马六进五 吃中兵的这个先手 嗯 所以黑方实战这个走足夕进一 也是一个很 正常的一个防守的一个走法吧 嗯 既能 防上马六进四 也能活动自己的七路马 嗯 就说红方啊 这种跳马呢 这个棋风就比较飘逸 对 因为他两个狙都不出 是 然后他先把马呢 扑出去呢 啊 来攻击对方呢 还没有布置好的这个阵型 嗯 所以说呢 这种走法呢 就是说的 他这种不确定性呢 他有很多 嗯 黑方呢 除了足夕进一以外呢 也可以走马二进三 啊 这就是直接马二进三吗 对 那不怕他马六进四跳进来 马六进四跳呢 黑方在逃马呗 那 那红方这个马是不是特别灵活 这个 以后 这个马啊 虽然是灵活 但是说的 也要看你到底 能不能发出力量来 对 黑方逃马也就是马七退五 马七退九 嗯 马七退五 嗯 或者马七退九 嗯 这个级就是说红方你这个马跳的是急 但是如果一旦呢 这个跳不出 好骑来呢 这个马呢 也容易遭到对方的直接的这个 打击 对 可能会居平二 居二进四捉马 对 嗯 所以说这个棋也是各有利弊 利弊参半 那黑方就是 也是尽快马二进三出子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 就是黑方呢 也可以考虑这么走 因为红方呢 他毕竟两个G没出来 你这个马呢 向后退退呢 也不是说绝对不行 还有马七退五 都可以考虑 对 啊 这个呢 是另外一个思路 但是马七退六这条棋呢 本身呢 也是很积极的 就是说双方在这种 飘忽不定的局面当中 还没有定型的时候 对 双方现在就开始较量了 是 董家琪呢 这个 他可以说是象棋世家 这个在 这个我们象棋界呢 也是不多见的 就是三个人啊 父母加上这个孩子 都是这个象棋选手 对 因为这个董家琪的父母 也都是我们上海队的成员 这个董家琪的这个父亲呢 这个是 董徐斌大师 董徐斌呢 他呢 现在在那个上海啊 主要是做那个 排的这个讲解 就是 铺盘牌的讲解 也是这个大师级的 人物 嗯 他的妈妈这个 欧阳麒麟呢 也是特技大师 对 现在在上海区院 也是担当 一定的行政领导的工作 是 所以说这个董家琪呢 这个 他也是很小就学习 所以说他这个 学习的环境很好 对这个琪呢 最近两年进步 还是非常快的 对 现在呢 这个琪呢 他走足迹 那么这个上海队啊 还特别奇特 嗯 这个最后一轮棋啊 这个母女同上阵 这个在相机界 也是非常少见的 这场对决呢 他跟我们北京队呢 是由董家琪 跟石凤兰两位大师出战的 对 然后也是本次这个 女子联赛的 倒手第二轮 也很关键 对 然后最后一场比赛呢 他们是对了 冠军的竞争 有利者是这个广东队啊 嗯 然后也是 他们由欧阳麒麟 特别大师 跟董家琪 嗯 两位 而对抗这个广东队 也是取得了胜利 对 从而获得了这个 团体第六名的好成绩 对 老将呢 这出手 出手还不凡 对 战胜了那个陈立纯 也是这个上海队 让女队 获得了这个 女子联赛的 第六名 嗯 应该说这个欧阳麒麟呢 就是这个 这个董家琪的妈妈呢 这个当年呢 这个棋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 但后来呢 这个 远离赛场 但是偶尔出来 下一下呢 还是体验出这个 相当的功力吧 是 董家琪是一个 年轻的一个棋手 但是 现在也是一个 年轻棋手里面 比较优秀的一个小棋手 嗯 红方呢 接下来走破八千六 我觉得那个 作为这个年轻棋手啊 这么练练呢 是有好处的 对 就是说在大赛当中呢 赶于去进攻 是 这个炮八千六 他这个故事都走得很积极 这个炮八千六 其实我最早在 八五年 团体赛的时候 哦 这很早的时候 八六年吧 不是八五九八六 我记不这个 说不太准了 嗯 我记得这个 余虹木大师 这个上海的 对的 原来的这个老大师 对着年文经 走过一旁 好 炮八千六 特别早 那个时候 你想棋谱 不如现在方面 对 现在有了互联网了 还有了这个 人工智能 嗯 现在的学期 应该说比原来呢 便利了很多 对 那个时候呢 主要快要到大家 这个每年 比赛的这个黑白的 印刷的这个棋谱 对 大家要根据 别人的棋谱 去研究啊 去这个 体会啊 那当时走出这个 炮八千六 也是一个新变 对 新变化 那个黑方呢 就走居一间二 当时严老师 也走到居一间 嗯 但是那个棋 后来红方 还是取得了最终的 非常不错的效果 对 这盘棋呢 也是这样 对 实战的时候 红方 就是走居一间 黑方居 对 居一平四 一平四 嗯 这个棋呢 就是 我后来在审 这个棋的时候 就是看到 红方呢 除了马六进七以外 也有马六进五的选择 对 也不是不行 这招式 是 这马六进五 是不是比较 比马六进七 更稳健一点 这个交换 马六进七呢 应该说 不确定性啊 更加多 对 就说这个 变化呢 更加激点 因为它这棋 老不简化 是 马六进五呢 是容易呢 简化子力 嗯 那黑方只能马七进五的 对 只能交换 对 然后红方只 炮 发一项 这个其实 只两个嗜好呢 你感觉 这个 肯定是 十六进五 补一手 对 从这个习惯上来看呢 对 实际十六进五呢 比较安全 是 实际十六进五的大致变化 不适 它也不适 对 或者不适 就类似的吧 然后黑方可以这么捉一步 它退 黑方在割中鞠 给它对掉 嗯 那红方这个炮也逃不掉了 不好逃 对 对 对掉 如果你 不是 你退这 它再捉你 它 让你退到两步 对 因为你这么对呢 它还有炮我平巴的可能 就说它有这种闪击 是 那 所以说 一说它可能退这了 然后你就直接对 对呢 红方也就只好对了 对了以后呢 它再向七进五 炮五进三 炮五进三 对 炮五进三 黄奖 向七进五 嗯 这个棋呢 大家看啊 就是红方把黑方这个马 压住了 对 但是它后续呢 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办法 相反 黑方呢 还有G876 G877 炮九平7 这些反击 所以说这个棋呢 也是啊 互有顾忌 红方虽然多一个中兵 但是发育不了座力 红方这个棋 如果将来对居呢 也是很平稳 红方各有一个马 可能这棋是红方稍好一点 也基本上好不了什么 对 因为这个棋 红方也很紧迫 对 那黑方要是 红方三个马也不错 红方三个马也不错 红方三六进五行不行呢 就十六进五行 你看它 十四进五行不行呢 我看了一下也喜欢这棋 就十四进五不这个是 这个棋也没有太假式 那十四进五你最怕的什么 炮八瓶酒 对啊 以后炮八瓶酒 不是炮酒 我们摆下这个 大致摆下变化 现在又炮八瓶酒 你现在不能上马 上马它炮酒机一僵 对一僵 这个底线就比较风险 但黑方呢 这个时候有腾膜 它出将 先出将 这是叫杀 那它只能不是 对 然后黑方走马二进三 跳 跳马 红方炮酒机肯定要僵一页 对啊僵一页 我就飞个边向 然后这个时候呢 红方反正 居江不江都行啊 因为你 对 这是将军的权利 对 你也跑不了 我比如补过象 黑方这个旗呢 就可以走 居四进一 来捉一下这个炮 它炮五瓶二 对 炮五瓶二回来 黑方再居四进一页 再叮嘱它 然后再居四进一页 对 这个旗啊 总体上来看呢 是红方感觉呢 优势一些 对 但是呢 也很接近 主要红方这个 三路马太弱了 对 它这边的子的慢 这个马不好上 这个居呢 在这不好动 因为你一动 对方就也有公里的旗 是 所以说黑方 这个局的特点的情况下呢 四四进五呢 也不是绝对不行 对 四六进五呢 更稳一点 嗯 所以这个马六进五呢 可能这个董家旗呢 临场呢 可能看了看 他就没有选择 嗯 这个马 吃中兵 嗯 马吃中兵是比较稳 对 所以他实战当中呢 他就选了马六进七 嗯 使这个局面呢 是更加的复杂 还是想保留 保留复杂局面 嗯 那这个七到底谁好 谁坏呢 嗯 双方这个 是进行的 啊 什么样的 战斗呢 对 那我们稍后呢 再为大家呢 继续讲解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接下来 来继续呢 观看 这个刘欢和董家旗 啊 两位女子选手的 这盘激烈的对攻 嗯 走到这儿呢 洪方就马六进七了啊 放开了 跟对方拼杀 对 但是这个刘欢呢 作为老将来讲啊 对付小将的这种挑战呢 啊 他也先接受 嗯 当然这个棋呢 这个 事后可能 双方也都要进行这个 比较更加这个 仔细的这个 分析啊 对 细致的这种总结吧 是 这个其实很复杂 嗯 当时 刘欢是走了一个 巨发进五 对 巨发进五桌冰 然后洪方呢 也是 先向西进九 因为这个冰子也很大 对 这个冰子被 黑方吃了的话 洪方攻势就 全部没有了 对 洪方就主要地想 巨马炮 来牵制黑方的这个 左翼 黑方的右翼 嗯 然后接下来 黑方走了 巨 黑方又走了一个 巨八起三 八起三 嗯 他可能是想 将来有什么扣马呀 过巨啊什么 有些不太确定的因素 对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洪的如果要是稳的话呢 他可以走巨 对巨 对 对巨是相对稳一些 对巨呢 黑方也只能接受对调 嗯 因为巨不能再逃了 那对了巨以后 这个棋局呢 就相对来讲呢 比较平缓 他可能也不想丢中兵 对 所以他是 有反打中兵的气 对 但是他也可以走 巨六进五 也可以先 他是先巨八进五 是吧 对他先巨八进五 实战他不理 嗯 他也去反着对方的兵 对 然后黑方走了 然后他走了一个炮舞推一 嗯 这部棋做的是挺好 因为他防止了 你巨八瓶三吃足 嗯 吃足的话 他正好有一个巨八瓶二过来 掉过来 总之呢 这盘棋的这个战斗呢 就是双方呢 啊 犬牙交错 对 公说我没理 六个大子 啊 散时呢 就是随便这么一看一眼呢 嗯 不知道到底谁好 必须得经过仔细的这个 啊 审局 再加上计算 啊 才能够把这个棋呢 基本这个好坏呢 看得明白一些 嗯 所以说这里边有很多 不太确定的因素 嗯 那这盘棋也是倒数第二个下的 哈 因为当时呢 呃 比分呢 也是非常接近 是 当时是江苏新天一队 是在领先的一个位置 呃 开始是不太顺 当然最后的结果呢 是比较幸运 最终的比赛结果呢 是我们这个北京九重会队呢 获得了这届的比赛的冠军 对 呃 江苏新天一队呢 获得了亚军 第三名呢 是老牌禁女广东队 嗯 呃 最后的结局呢 应该说这个名次排座呢 倒也正常 但是从这个过程当中呢 还是比较惊险的 本来我们北京队 嗯 是有两个场份的优势 对 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发挥出色 对 本来是优势还是挺明显 但是第二阶段呢 上来两番棋 接连输给了湖北队和杭州队 是 这两个队呢 都是在女甲里边排名 比较偏后的队伍 嗯 所以说这个唐太他们 也是犯了一些错误 给这个对手呢 一个啊 追赶甚至反召的机会 对 但是最后呢 女子这个选手这个比赛啊 就是说 他也有一些呢 这个反复 大家拼的都比较狠 对 嗯 最后呢 这个就是大家呢 互不相承 就是包括这个落后的队伍啊 对强队啊 也是丝毫 就是一点情面都不给 就是该怎么下怎么下 然后使这个最后的这个 每个队都拼得很凶 最后我们北京队呢 唐丹是跟这个河北队 这个小将王子涵呢 拼到这个丹马队 光将的棋了 这个子弟全部拼光了 是 听得很惨烈 从这个上午八点 下到中午将近一点 对 下了五个小时 然后那个 杭州队跟江苏队也是 对杭州队 这个赵冠芳和这个 另外两个棋手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杭州队是赵冠芳 跟张玄义两位棋手 主要张运出场 对江苏队的张国奋 跟打过来两位退大师 所以说这个 按说这个 最后双方也是打成平局 对 所以说呢 这个最后向甲呢 这个最终呢 我们是以局分呢 多 对领先了 局分和胜局多一点 对 大分是跟江苏队相持平的 那么江苏新天一呢 也是首次呢 进入向甲的前三名 对 当然说这个过程当中呢 江苏队一度呢 领先比较多 最后没有拿到这个冠军呢 也是有一点可惜 江苏队呢 由这个张国奋 他本身也是教练 亲自这个领衔 然后是和云南的退大师 挡国雷两位 就是云南的挡国雷呢 这次呢 是商界给了江苏队 他们两个主力呢 来打这个比赛 按说是也有机会 许多冠军的 可能我们女子媳呢 不管是每一场比赛呢 每盘棋都拼杀得非常激烈 所以说这个胜负 冠军的悬念也是很大 也希望其友们 能多多关注 我们女子的向甲联赛 这一次呢 这个高密的会战呢 应该说呢 也是高密呢 来这个举办 这个向甲联赛啊 这个第五届 对 应该说这个高密啊 这个体育局 还有当地的政府呢 方方面面面呢 为这个 女甲联赛呢 创造了一个特别好的平台 女甲呢 也是举办了第五届了 也是在高密 在那参赛了五届 所以说我们这个高密 当地政府 还有当地的旗迷旗友们 对我们这个女子 向甲联赛的 非常的关注 关照 也是很关心 我们这个赛事的发展 然后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 广东乐城 去办这个后面的 五届的这个女甲联赛 也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 我们这个女甲 还是要感谢这个 高密市的这个相关单位吧 是 也是从初次办赛 就是高密政府 这个对我们女子甲联赛呢 非常的重视 对 好 那我们再回来看这个棋 走到这儿 红方就十六进五 想把这个居呢阻断 对 黑方就是大胆的平居 装马 红方保住 黑方就把这个象吃掉 这个棋呢就是看着 就是比较凶险 六个大子都出动了 红方呢是丢了一个象 黑方是少了一个足 现在呢 这个重心呢很明显 黑方的这个右翼啊 受压制 对 将来呢是有弱点 但是自己 红方本身这个右象丢了 将来这个这一代呢 会有些风险 是 所以说这个棋到底 好与坏 就是看这两头呢 哪边更重 看谁的 是不是在拼杀的速度 谁更快一些 红方炮 五平七 对 这个时候 随时有这个马七进九 马七进六 这些偷杀的一些手段 对 然后当时 当时也是赛后 这个刘欢大师 自己这个复盘拆解 他实战是走了一个炮五平八 对 他说他可能是走一个炮平三 更稳健一些 把头往紫里拉住 对 主要是把自己的三路线先护住 以后呢 再借机会什么 居宜退一 炮九平八之类的 再慢慢走 对 这棋和一方的发展前景 还是可以这个 就双方机会 对 机会相当的 都有机会 对 这个棋呢 就是说也不好说 因为这个 特别是林场时代当中呢 双方这个棋呢 就是说 还是比较复杂的 对 但是黑方这个炮五平八呢 就是有点 孤注一掷的这个走法 对 这个就是双方比拼速度了 开始的速度 他这个棋呢 就是说 很明显下步棋要退狙 对 你如果平狙拦他 他正好有一个金炮打 然后再炮五平八 来打狙 对 这种手段 所以说黑方这个炮五平八呢 他林场肯定也是 寄希望呢 这个战术打击呢 能够这个奏效 对 但实战上呢 这个红方呢 就是把这棋走坏了 一步棋就走输了可以说 对 就是 但是这棋太复杂了 这关键局面下 很难掌握 对 红方呢 事后呢 刘欢呢 他也拆了一下 对 应该从马七进九 所以他说这个马七进九 这个变化 这张棋 还是对攻的一个局面 这张棋不好想 因为也可以说是一种 非常冷僻的这种沙发 对 进马一跳 就正好居四平一吃的话 他有一个 炮金鸡打像 然后这有个炮八平二 把这个 把这个炮拔掉 这个齐红方就优势了 对 等于黑方的攻势 那黑方只能飞像 对 只能相当近 那马一将 跳马一将 然后再马二进四 跳上来 然后他可能居八 炮八进一再降一阵 然后如果你吃四近五的话 他炮八平九是个先手 这个齐 炮八平九以后 黑方的老将 更加的不安全 对 他索性就上个将 这样你要炮八退一的话 他就再降五退一回来 但这个齐可能 罗欢说 是不是红方有一个炮七退一 这时候 就是先不让你局七退一 先防范你局七退一的手法 但如果你进去桌的话 他说可能有一个 炮八退 局八退三的手法 这个齐临场太难展望 对 太复杂 因为你正好不能 去四平台吃炮 吃炮它有一个马七退六 是一个杀骑 将军你出将 一个局八平四是个杀骑 局八平四 要可能你还得 气子回来 吃掉一将 局八平四 马 马七进六一吃 马四进六 可以给大家摆一下 请你给大家摆一下 对 吃掉 然后退马将 只能出将 然后一将 还得马七进六 马四进六 先给大家解决这个 马四进六 他局一平二 对 局一平二 他整炮 他有切炮 切不了炮 杀不死 这个齐 还没那么简单 那他是 前面 炮八退一 是不是次序 差了个次序 我觉得 摆在这个齐 就这么直接气子 对 他是有一个 局八退三的 一个气 吃掉 怎么杀死 局一平二 炮八进三 那只能掌局 掌炮 那是不是 先一将 提一将 这儿他比较难用 那 这儿 看他去哪 那挑这儿来 挑这儿来再泡 花瓶酒 他这个鞠 是不是就不好动 好像是 我这种齐 就说这棋 还有复杂的战斗 但是直击将 好像不行 直击将他 可以码四进六 但实战当中 我们就说 实战当中 就说 这个棋也比较复杂 你看他们下完了以后 对这个棋 我自己也给我摆得 太不明白 对 这个棋就是流方 好像自己摆了 摆得比较清楚 这个棋就是总的来说 红方应该走 马棋进九 对 好像这时候 马棋进九 他走马进六 这招棋就走坏了 他聚在这 他走坏了在哪 他最主要是 放松着对方 有一个浸泡打聚 浸泡打拘 一下呢 他就脱离这个棋了 红方又进了一步 对 他是只能 他先僵了一步 他先僵了一步 然后进了一步 然后黑方这个拘 拘退一退 对 红方只能拦他 拦他他一打 把这拘打死了 对 吃 然后吃一灯 泡花瓶酒 然后泡花瓶酒 他马八斤九 这个棋等于黑方呢 就是很快 黑方的速度不快 我们由于实际无关系 我们看一下黑方怎么杀了 我们最后看一下怎么杀 对 一僵 黑方拘一僵 一僵 电马 黑方其实这里边有很多杀法 对 那最后黑方一步 其实这么先把红花杀死了 对 就是这一气拘杀了 当然最后我们由于实际无关系 摆得比较快 最后呢 就形成拘马后杀了 因为你舔 他拘这么一僵 一砍 然后泡花瓶酒 如果你像这样呢 他也是砍式僵 泡一僵 左手帕拉推二的一个杀法 就这个棋呢 由于黑方的子力也太集中了 所以提前呢 形成了这个杀式 对 那应该说 刘欢迎的这盘棋呢 也是比较惊险 对 双方这马基金有变化呢 看来还值得再去拆拆 是 好 这盘棋呢 我们就为大家呢 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好 朋友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